顺便进入观察局 5号 男嘉宾 您是很喜欢蓝色衣服的女孩子吗 A 因为我放眼望去 我们这边像一片大海汪洋一样 我刚才好像真的没有注意衣服的颜色 因为实在太快了 但是她这么一说 我也意识到好像她说的对 好像是 9号 男嘉宾 13号美眉穿的也是蓝色 她站在那边跟背后撞色了 你还看得见她吗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不对 9号 男嘉宾 一般来说我们都觉得职业 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的性格 那您的职业 其实会要求您特别理性 但是我觉得您所有的兴趣爱好 和生活方式 都是比较感性的一个人 那我想知道你对自己一个 比较真实的自我评价 还有就是您希望您的另一半是偏理性还是感性的 因为我自己在生活上是相对偏感性一点 工作的话我是一定要理性 因为那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 但是我本身是一个偏感性的人 我希望另一半是一个偏理性的人 我们可以互补 黄怡婷 你喜欢什么样呢 你是要互补的还是跟你 其实我喜欢屈同的 我觉得只是在自己角度来说 肯定人好像比较倾向于喜欢跟自己性格类似的人 最后一个问题 5号 男嘉宾 我感觉你是比较优柔寡断的人 是不是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那种分手之后就不联系的 你可能 你是不是会在逢年过节也会跟他们就是慰问一下这样 偶断丝联的感觉 不会 没有 男嘉宾 我也是广州的 然后我就是那种你说的那种很活泼开朗 然后非常理性那种 好 现在留灯的是1号 2号 5号 10号 你可以在这四个女生当中选一个替换掉台上两个女生当中的一个 也可以不换 我选择不换 来看大屏幕两个女生的三个关键词 毛玲玲 1 你感动吗 2 好不好吃 3 严格执行 好不好吃 自己做的 对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第一个是珍珠丸子 然后第二个是日式炸猪排 然后后面那个是红烧排骨炒茄子和炒白菜 下面那个是烤豆腐 然后中间那个是好多菜我都看不清 就是都是自己做的了 我告诉你 就这12个菜你别说是找女生做的 你现在就是找个姑娘能把她点12个菜 点了我都觉得她很贤惠 我们习惯性认为女博士都是那种念书念傻了的 但是我已经发现有好几个就像这样的女博士做的一手好菜 孟老师 我就是非常不喜欢别人说我读书读傻了 我们说有人这么认为我并不这么认为 对 我知道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女生读那么多书是不是读傻了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三十多年的努力和追求的一个否定 我不喜欢 好 来看下一个 我选一不喜欢这样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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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那种为了游戏而去骂队友的人 不喜欢被游戏影响生活讨厌在游戏里搞暧昧的人 游戏对她的生活影响看来挺大的 来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就是你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来 17号 冰岛 6号 哪儿都挺想去的 来 两位老师 黄岚 我刚刚黄怡婷说得很清楚 她想找趋同的 她想要阳光的 因为我看黄怡婷以前留灯的 都是那种特别温暖快乐的那种 那毛玲玲呢我就是想推荐一下 因为你们两个的情感经历当中 过去都有一段很特别的叫网恋 但凡有过选择网恋的经历的人 一般来说都非常重视内心的沟通 而且你也说了 就是兴趣爱好可以不同 但是一定要相互尊重 所以在某些性格相处的方式上面 很有匹配度 所以我推荐毛玲玲 我选择玲玲 先看黄怡婷有没有留灯 再看17号 恭喜你 我看你做的饭里面有 有很多种好像各种 各种口味的菜式都有是吧 对 我也会我也会经常做饭 然后看到你里面还有一个 菠萝炒饭 对 我也会我特别喜欢吃东南亚菜 因为会有酸酸辣辣的那种 对我很喜欢吃咖喱 对我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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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